我們看看範例二第一題 他說請問你哪一些方程式 在空間裡面是一個完整的直線 然後你把光晶式圈起來 直線 既然是直線的話就不應該有範圍限制才對 所以 B 直接劃掉 為什麼 因為 T 不能有範圍 然後呢 後面的呢 看解度還沒有範圍限制 第一個我問你 A 合不合 合吧 因為它是一個參數式 所以這個是沒問題的 OK 所以 A 有 C呢 C 有沒有 C是沒有的 他不合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邊出現了兩個位置數 我們講參數式裡面只有一個而已 對不對 所以 C 不行 好 豬的話呢 可不可以 豬 豬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屬於所謂的比例式 不是 你是老師看起來不像耶 那是因為他下面的係數都是 E 然後呢 是 X 解題 Y 解題 這樣就會了 所以 豬式的 好 那 E 的話呢 Y 是不是 欸 這個好玩 E 是不是 你覺得 E 是不是啊 這個 這看起來很像參數字啊 對不對 但 E 不是 不是的原因是什麼 知道嗎 你已經知道 算是前後對調而已 上下對調而已 就沒有什麼影響 當你前後對調的時候 欸 不好意思 你的 X 是不可以等於 1 Y 不可以等於負 1 因為你的分母不可以為0吧 對不對 那當你畫出來的時候 就算你可以畫出來一條直線好了 但是問題是其中的那個 X 等於 1 那個點要空出來 Y 等於負 1 那個點也要空出來吧 那就不是一條完整的直線了嘛 聽中間會有個洞 沒有辦法停進去裡面 這樣聽到我們講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E 不是答案 E 不是答案 好 還有一個也很討厭的 F 是不是 F 這個 F 是說會騙到 F 也不是 你說老師 這不是直接方程式嗎 不中不需要做成直接方程式 不對 這叫做平面方程式 為什麼 因為我在空間裡面的話 我只知道 2 N 加 Y 等於 X Y 的幾 我的 Z 是無線邏輯對不對 那會變成它是這個平面的嗎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 2 N 加 Y 在平面裡面 反而是 在這個所謂的空間裡面 反而是平面方程式 而不是那個直線方程式 再小信號 再打信號 這是最容易騙到你的地方 好 然後呢 G 跟 G 這個答案的話 它是不是 G G 就是了 因為兩個平面嘛 如果用那個 F 來看的話 兩個平面的共同的解數是直線方程式 所以 G 是 OK 會來齁 好 再來 H 是不是 H H 的話我先講一下喔 這是平面 這是平面 這看起來是合理的 但是他答案不是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這裡的 4 比 6 比 2 求你 4 比 6 比 2 比例是幾比幾 是不是相當於 2 比 3 比 1 對不對 這裡的 4 6 2 前面係數比 是 2 比 3 比 1 再來這裡的 6 比 9 比負 3 欸 對不起 講錯了 4 比 6 比負 2 所以應該是 2 比 3 比負 1 然後這裡的是 6 比 9 比負 3 除以 3 以後答案結合 是不是一樣是 2 比 3 比負 1 所以很明顯這兩個線是什麼 欸 這兩個平面是什麼 兩個平型的平面吧 那既然兩個平面是平型的 怎麼會有共同而結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那個共同而結 找不到結 所以答案他也不是 所以他只有 A D G A D G 在小七個中題目很常考 而且學院的考試一樣 他考那個複選題 你只要錯一個 多寫一個 少寫一個 就不給分了 所以你要把它弄清楚 好不好